广州华南缝纫机场的职工们 奋发图强改变了生产面貌 过去的装配厂发展成为能制造多种多样红润机的工厂 这是新型万能缝纫机 它能钉钮扣 锁扣眼 还能滚边和绣花 华南缝纫机场生产的缝纫机 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多 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武汉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实行领导干部 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试制成功一种含铜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经过鉴定 含铜钢的耐腐蚀性能和焊接性能等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含铜钢已经投入生产 这种新钢种的试制成功 将为我国制造各种大型传播 修建大型桥梁等方面 提供新的钢种 10月10日 首都少先队员和他们的辅导员聚集在人民大会堂 庆祝北京建立少年先锋队15周年 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刘讲话 他希望孩子们把革命的火炬越举越高 越燃越亮 15名少先队员朗诵了诗 我们是无产阶级英雄的后代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了接班 为了革命 我们刻苦学习 热爱劳动 亲爱的毛主席 亲爱的党 我们保证 要农越听毛主席讲话 好好联谨 天天向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 他要孩子们认清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谁是自己人 反对什么 拥护什么 要随着年龄增长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毛泽东思想